OK, now please look at the exercises in Lesson 49. 好,接下来请大家看看我们49课的练习, Number 5, What guests were present? The great house. 那么我们看了一眼四个选项之后, 我们发现了本题是有关however, wouldever跟whoever这类词的用法。 那么原文说的是, 无论有多少客人到场, 这间巨大的房子总是那么的干净。 好,我们说however,whatever跟whoever呢, 这样的词可以引导让不壮与从具, however就相当于no matter how, 那么我们说表示那么多的人到场, 那么第一选项是正确的, however many就相当于no matter how many guests were present, 那么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呢, 我们说只有第一选项是正确的。 Number 7, Bessie seemed what steadily? 嗯,那么原文说的是Bessie似乎是站不稳。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四个选项了, 我们发现了这道题考察的是有关incapable跟impossible二者之间的区别, 那么incapable后面接这词of, 而不能接动词不定是, 它表示的是不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发现了B选项是错误的, 因为B选项说的是incapable to work, 那么我们说impossible这个词, 它的主语又不能是人, 这一点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因此只有c是正确的, 嗯,这要题比较的容易。 And number 8, 好,请来看看第八题,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essie had what? 那么姑妈呢, 勉强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说Bessie可能是喝醉了, 那么我们看了四个选项之后, 发现本题是有关drunk的用法, 那么它的过去分词形式drunk是可以用作形容词来表示喝醉了的, 而B选项drunk却是被用作了分词, 为什么呢? 因为它前面体干里面用了一个had, 表示的是过去完成词, 因此drunk用在这里面可不是形容词了, 它只是一个过去分词, 只是表示已经喝贵了, 所以它是错误的, 那么A选项表示的是had been drinking, 意思是一直在喝, 我们可以理解它暗示了这个人一直在喝嘛喝醉了, 那么D选项呢, 用的是drunk的名词, some drinks, 指的是一些酒, 一些饮品, 而C选项呢, 放进去, 它是一个过去式形式, 那么根本无法搭配因此, 我们是只有A是正确的, OK, now here is the supplementary exercise, 好,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补充练习了, number one, he came all the way to China, for promoting friendship, what? for making money, 那么这条题呢, 再一次考谈我们是什么, 有关于这个other than, 或者是rother than, 它的用法, 这条题的题应该是, 它千里条条的来到中国,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增进友谊, 那么我们就要选一个, 表示不是而是就可以了, 嗯, 我们说other than呢, 还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不同语, 一个是除了,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 比方说, 事实呢, 远非你所想象的那样, the truth is quite other than what you think, 那么我们知道, 只有第一选项呢, rother than,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表示的就是, 不是而是, 因此第一是正确的, number two, the manager, once again, made what inspection of all the data, before making the final decision, 我们发现四个选项呢, 都是跟larer有关的, 嗯, 我们说larer好像是休闲的意思, 不过我理解这道题, 提干的意思还是关键, 这道题是说, 经理在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 再次从容不迫的, 把所有的资料都审查了一遍, 那我们说, a选项larer呢, 是指休闲, b选项atlarer, 是指在自己的闲暇时光, 那么c选项的larer里, 这个以ly结尾的词, 并不是副词, 是形容词, 表示的就是从容的, 慢慢的, 所以c是正确的, 嗯哼,